在珍宗末年的权力绝逐中,寇准的忠心最终换来的却是凄凉的结局。 短短25天时间里,寇准接连三次遭遍。 即使如此,他的政敌一样,那么寇准的人生归途究竟在哪里? 珍宗末年的大宋政坛又将掀起怎样的波澜? 北京大学赵东梅夫教授,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, 千秋是非,划扣准之,风雨如归露。 在大宋高层的权力斗争中,寇准被碾下了下肺,但珍宗对他的信任还在。 然而接下来一件事情的发生,却是寇准的政治生命黯然而止。 这位辅祖国太宗真宗两代皇帝,大宋政坛上最耀眼的一代名相,最终成为了政治角逐的牺牲品。 寇准被圆扁他乡,即使如此,他的政敌还是不愿意放的。 让他在六十岁高龄时,还要跋山涉水,奔赴荒满之地。 那么让寇准黯然离场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呢? 他的政敌又是如何对他穷追猛打的呢? 北京大学赵东梅副教授,为您讲述系列节目,千秋是非,跨扣准之,风雨如归露。 在天洗四年,也就是公元1020年的六月,珍宗接受了扣准的建议,要让皇太子监国让扣准辅政。 就在扣准信心满满,准备大干一场,要为宋朝再立新功的时候,珍宗却顺时之间, 就改变了主意,罢免了扣准的宰相职位。 罢相的理由是什么呢? 就是说,您是老臣,您太辛苦了,让您休息一下。 扣准被罢免了宰相职位,但是珍宗并没有立即给他安排其他的职位。 扣准还在开封,闲着。 把扣准闲置在开封,究竟是珍宗的舒服,还是珍宗有其他的政治考虑呢? 珍宗倒是真的没有忘记扣准。 到了7月12,也就是在扣准罢向25天之后,扣准跟珍宗就有了一次亲密的会见。 不过呢,这个参加会见的不只是扣准一个人,而是很多人。 那么这一天呢,珍宗的身体状况应当还是不错的。 他就把很多人,包括扣准在内的很多人,有一些皇室近亲,还有一些宰相大臣, 招集到一起在皇宫后院的玉城殿搞了一个小型的聚会,再度见到了珍宗本人。 扣准心里头的这个委屈,那是一定的。 但是呢,有这么多人他也说不出来。 但是就是这样一次简单的会面,在扣准的敌人看来,就已经足够让他们感到不安的了。 大家都在想啊,珍宗把扣准留得开封,究竟想干什么呢? 他会不会再度任命扣准为宰相呢? 这一次见面可以说让扣准的敌人感到非常的紧张。 扣准霸相之后,中书和书明院这两个机构的人员就呈现出一种非常不平衡的状态。 中书呢,就剩下李迪一个副宰相了。 而书明院呢,却有两个正宰相,再加上三个副宰相,一共是五个人。 中书只有一个副宰相,书明院连正代付有五个,这是非常不平衡的。 所以调整中央领导班子,让中书和书明院的人员配比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地步,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步棋。 中央领导班子的调整,如果让咱们老百姓想起来,那肯定是非常大的一桩事情。 应当是很严肃很严肃的事,对吧? 但是,这一次真宗的中央领导班子的调整,却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。 错连错错滚错,最后错到底就这样了。 本来呢,真宗的意思是让副宰相李迪升任宰相,另外用老臣冯整来当副宰相。 于是呢,他就招来了汉林学士杨毅,让杨毅起草李迪和冯整的任命制书。 那么杨毅来了之后,一看呢,就觉得有问题了这个里头。 为什么有问题呢? 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,正宰相的制书由汉林学士起草,这个没问题。 但是,副宰相参之正式的任命制书,不是由汉林学士起草的。 应当用另外一种秘书官员直直告来起草,所以杨毅就说呀,说,逢整这个不归我起草。 其实杨毅还应该加上一句说,这个应该由其他官员起草。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杨毅呢,他是扣准的人,扣准被突然霸向之后,杨毅的胆子呀,也变得相当小了。 所以他是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,他没多说这一句话,不要紧。 真宗的思路立刻就跟着变了,他立刻就问,如果说副宰相的这个任命制书不归你写,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,这制书就归你写了? 说的就是逢整的这个制书。 杨毅就说呀,如果你把逢整认命为书密史,兼名誉宰相,那么这个制书就归我写了。 杨毅说的只是起草文书的制度,它没有涉及人事变动,对吧? 但是真宗呢,立刻就说,那好吧,那咱们就把逢整认命为书密史兼名誉宰相,这个制书就归你写了。 这个时候真宗啊,真的是已经糊涂了,真宗已经忘了,他本来的打算是要用逢整来充实宰相府。 结果他一时糊涂,就泼下驴,杨毅说,书密史兼名誉宰相归我其草,那么于是他就泼下驴,就把逢整认命成了书密史。 那么这样以来,中央的这个领导班子就更加不平衡了,对不对? 刚才我说过,本来呢,中书是一个副宰相,书密院呢,是正副加起来是五个。 那么现在呢,经过真宗这么一折腾,中书还是一个,李迪由副生正了,而书密院呢,却变成了六个,就是三个正史,三个副室,一共是六个领导。 那就更加不平衡了,就变成了中书是一个,书密院是六个,明明原来已经有两个正史了,你还要再任命一个正史,这是要干嘛呢? 难道说,你觉得原来那两个正史,他们不合格吗? 那当然了,在位置上那两个正史,就得这么想啊,对吧? 于是在位置上的这两个正史,一个是丁卫,还有一个是曹利用,这两个人就赶紧提出来说,既然陛下认为我们不合格,那我们就辞职吧。 这个时候啊,真宗醒过味儿来,知道自己犯了一个荒唐的错误,他必须要纠正这个错误,重新调整这个领导班子。 那么要纠正,就要重新的发布制书,他还要招汉林学士来起草制书,这一次呢,他招来的这个汉林学士啊,不是别人,正是丁卫的同党,前为衍。 这位老兄呢,那当然是有备而来的,他跟杨毅不一样,他心里头这个算盘呢,打得是非常精,而且非常明确,他的目的很明确,他就是要趁机把丁卫推上宰相的高位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文。 真宗皇帝的一错再错,给丁卫提供了机会,但书密院的政府长官毕竟有六人之多,谁都有可能担任宰相。 那么为了能够让丁卫当上返相,丁卫的同党,前为衍又会想出什么办法来呢? 前为衍来了之后,先安慰真宗,说这个缝整啊,他原来呢,就当过副宰相,那么现在呢,咱们把他提拔为书密使,这也算是给他升官了,这是非常合适的,这个没有什么错误。 那么接下来呢,前为衍又给真宗出主意,说现在呢,您把缝整,任命为书密使,这个没错,但是呢,不管怎么说啊,那么现在,书密院的长官呢,实在是太多了。 三个,三个,一二三,一个缝整,丁卫,还有曹力用,三个书密使太多了,所以得拨一个过去当宰相,那么缝整呢,刚过来,当然不能让缝整去当宰相。 那么剩下的这两个老书密使,一个就是丁卫,一个就是曹力用,那陛下就从这两个人当中,选一个去当宰相吧。 真宗一听,好啊,不错,而且真宗觉得,前为衍这番话说的是格外的体贴啊,处处都替自己着想,很好,于是他就问前为衍,那你觉得,丁卫和曹力用谁合适呢? 其实这个话是问都不用问的,为什么呢? 因为丁卫和曹力用这两个人,一个是文官,一个是武官,曹力用是武官,丁卫是文官,宋朝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武官当宰相的先例,所以曹力用是不可能当宰相的,只能是丁卫。 于是呢,就这样,就在前为衍别有用心的寻寻善诱之下,真宗呢,终于接受了这个方案,把丁卫调到宰相府去当了正宰相。 这个命令是真宗发布的,但是这个主意呢,其实是前为衍帮他拿的。 7月21日,丁卫败相,扣准跟丁卫之间的斗争,可以说是以丁卫的大获全胜而暂告一段落。 这个时候的真宗,史料都说他糊涂了,但是我老是觉得他其实只是有一半是糊涂了,还有一半清醒着呢。 为什么这么说?就是因为他不管多糊涂,但是事实上大家想一想,他从头到尾从来都没有伤害过一个人。 他所有的所作所为,都是为了他的儿子,皇太子赵真,能够平稳顺利的登基。 我觉得真宗的这个心里头,其实从头到尾都像明镜似的,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,而皇太子呢,绝对是离不开刘皇后的。 而且他还知道,寇准是断断不肯跟刘皇后合作的。 刘皇后跟寇准这两个人是不可能合作的,所以他半推半就的,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位。 所以他糊里糊涂半推半就的,把能够跟刘皇后合作的丁位推上了宰相的位置。 当然了,寇准在真宗的心里边,还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的。 寇准的忠诚,寇准的果敢,对于丁位,对于刘皇后,那都构成很大程度上,能够构成一个牵制,构成一个威慑。 所以真宗才把寇准留在中央。 甚至在丁位拜相之后,真宗还是像从前那样,优待寇准。 前任宰相,寇准就像一座大山一样,矗立在开封政坛。 那么对于丁位,对于刘皇后,都构成了极大的威慑。 但是呢,真宗的这一番苦心,我想,寇准可能未必能够全部理解。 他想的比较多的还是说,真宗这么做是错了的。 而我呢,没犯任何错误,你怎么突然就把我给罢免了。 所以寇准的心里头,有委屈。 于是就在7月23日,他单独求见了真宗。 在真宗的面前,把曹丽用跟丁位大告了一撞,告这两个人相互勾结。 那么同时呢,他甚至还扯上了他之前的副宰相李迪。 他对真宗说,如果是我犯了错误,要把我罢免,那好啊,我是宰相,李迪是我的副手,那你不能只罢免我自己啊,大家有难同当吧,有错误应当共同承担,不能只罢免我自己,要把李迪也一起拉下。 这一席话呀,寇准说的是,句句好像都在里儿上,但是呢,又句句都不在里儿上。 真宗罢免扣准,哪是因为扣准犯了错误呢? 明明就是他觉得扣准不能够跟刘皇后合作,所以为了皇太子能够顺利的即位,为了皇太子当政之后,朝廷之中不出现大的政争,那么真宗才下了这一步决心。 这是真宗的私心,这是不能拿出来光明正大的说的,所以当扣准抱怨的时候,真宗呢,倒显得真是理屈词穷,说不出什么来。 于是一看真宗这个样,那扣准就更来劲了,这下就可把真宗惹火了。 真宗一怒之下,甚至提出来说,好啊,我都不要你们了,我要把你,把李迪,把丁卫,把曹律庸,把你们通通都赶到地方上去。 这是真宗的气话,他想闹个眼前清静,在真宗气消了之后,丁卫请求把扣准贬到外地去,真宗还是没答应。 为什么?就因为在真宗的内心深处,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扣准的忠诚,而且他希望在未来的政治斗争当中,可能的政治斗争当中,扣准能发挥重要的作用。 在真宗的心里边,扣准可以说是大宋王朝的定海神针,所以他要留着的。 但是在丁卫留皇后那一会儿看来,扣准留在开封就是一个威胁,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的还是要赶走扣准,这个机会果然就来了。 刘皇后想赶走扣准,但真宗皇帝却迟迟不表态,扣准的去留问题一时间僵持了下来。 就在这时,一件事情的发生却改变了这个局面,也毁掉了扣准留在中央的最后一次希望。 那么导致扣准离开的事件是什么呢?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威。 这是一座举世无双的宫殿群,它的建造者用时光和故事铸造了一个宏大的梦。 我们看啊,红墙黄网,蓝天白云,珠珠,绿水,还有灰地,简直就是一幅美轮美欢的楼花。 六百年的沉重墓谱,沉变着两个王朝的沧桑。 滚滚长江,东是水,浪花滔尽英雄。 二十四位君王圆区的背影,在这个舞台上演绎着人去楼不空的悲喜人生。 几百年之后,我们看了这段历史,才是心惊若震,令您感动。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,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重年,为您真实在线,重重恭维之中,显为人知的人情冷暖。 全景展现大故宫的局势恢复。 百家讲坛,隆重现应,敬请期待。 就在扣准告狱状的第二天,七月二十四日,大宦官周怀政谋反败露,牵连到扣准了。 那么大宦官周怀政谋反,怎么会牵连到扣准呢? 这中间当然是有关系的,因为周怀政的反谋是这样的。 周怀政想要,第一,脅迫真宗退休,让皇太子席位,第二,要废除皇后,杀害英卫,第三,就是要把扣准扶上去,扶索皇太子。 周怀政这个人,我们在前边已经多次的提到过了。 他是在真宗的天书崇拜运动当中崛起的宦官新势力。 真宗晚年可以说非常的信任周怀政。 真宗的身体健康状况恶化之后呢,大概是闹失眠,睡不着觉,于是呢,他就经常枕在周怀政的大腿上才能睡觉。 可见他跟周怀政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。 而且真宗呢,还拜托周怀政来照顾他的独生儿子皇太子赵真。 而周怀政对于真宗可以说是非常的忠诚的。 但是这个周怀政呢,不知道为什么,因为史料没有记载,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,但是我们只知道的是什么呢? 就是这个周怀政,他跟刘皇后是极度的不合,极度的对立。 如果让刘皇后长了权,那他绝对是没有好果子吃的。 周怀政的反谋,头一天泄露,第二天周怀政就人头落地了。 接下来,刘皇后和丁卫就联手对于周怀政在朝中和外地的势力进行了大清洗。 寇准虽然没有参与周怀政的谋反,但是他是被周怀政拿来拉虎皮做大旗,他是被周怀政拿来做旗帜的,所以寇准绝对是跑不了的。 真宗也没有办法再保护寇准了,就在周怀政被杀的第三天,寇准就受到了降级处分。 他的级别从一品降到了三品,并且他被派到河北去担任向州的支州,打击已经开始了,但是寇准的敌人还是觉得这个打击的力度实在是太不够了。 那向州好歹也是一个内地的大州啊,寇准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,怎么能又跑到一个大州去当州长呢? 丁卫就跑到真宗皇帝的面前告了一状,这个话倒确实是在理儿,于是真宗就说,那好吧,给寇准一个小州。 真宗说的是给寇准一个小州,只有两个字小州。 当时在场的另一个宰相李迪是听得清清楚楚的,可是丁卫下来之后,他当时是拿着一个书面的报告去找真宗的。 那么真宗批示了之后呢,按道理讲,他就要把真宗的口头批示写在这个报告的下面。 但是丁卫在写的时候,却写上了什么呢? 他在小字的前面加了一个字,就这样就变成了袁小州。 那袁小州比小州触分的这个严厉程度立刻就加深了,要到更远的地方去,要到环境更恶劣的地方去。 小州变成了袁小州,掌握大权的丁卫已经开始在弄权,他开始在欺骗这个糊涂的皇帝了。 李迪就说,说咱们两个人明明白白在皇帝面前听的是小州,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加上一个远字呢? 李迪说的是毫无问题的,但是丁卫却反咬一口,说你想干嘛? 你想篡改圣旨吗?就是袁小州啊。 李迪跟扣准他们政治上是一致的,扣准受到打击,李迪能够幸存在朝堂上,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幸运了,所以李迪在这个时候也没有硬抗。 于是就在扣准的向州之州的任命发布七天之后,还在路上的扣准又接到了新的贬折命令。 这一次呢,他是被点到了安州,安州在湖北,从开封到向州那个方向是往北去,但是呢,再从向州往安州去,那可就是又往南来了,一北一南,扣准呢,就在路上不知道多奔波了多少日。 但是呢,丁卫觉得这样还不够,而且周怀正谋反的这个阴云仍然在笼罩着扣准。 刘皇后对于周怀正谋反的打击力度是非常大的,她派出军队去清剿周怀正在陕西的亲信。 于是在那里的周怀正的亲信就真的起兵了,谋反可能本来不是一个事实,但是在陕西它就真的变成了一个武装谋反。 于是打击的力度又加大,在扣准被贬,安州的命令下达18天之后,仍然还是在路上的扣准,就再一次接到了第三道的贬折命令。 他被贬往更南边,条件更接近的道州在湖南,而这一次他的官衔也被降成了一个小小的道州司马,就完全是一个闲职了。 在二十五天之内,扣准被连续的贬了三次,从大州到远小州,从一州之长到贤职州司马,从向州到安州,再到道州。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,就一直是在路上被人赶着,他真的就像是一个已经飞得极度疲倦的苍蝇。 他想要下来,可是地上的人就是不让他下来,恨不得他要累死了摔下来才好,这就是丁卫对扣准的打击的力度。 但是在这样的奔波劳碌和被迫害之中,扣准反而他有机会接触到了下层的老百姓,而下层的老百姓则让他感到了跟上层完全不一样的氛围和情感。 在路过湖南林灵的时候,要翻一座非常高的山,扣准遭到了抢劫,随身所带的细软就被截掠了一空。 抢他的是谁呢?就是当地的土著。 那么这些东西被抢回去之后拿到寨子里边,他们的酋长一看,你们抢的竟然就是我们的贤宰相扣准。 你们怎么可以抢扣准的东西呢?这是我们的好宰相啊,于是这个酋长就命令赶紧把东西给扣准送回去。 这件事情让扣准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公道自在人心。 虽然他遭到了皇帝的贬斥,奸臣的陷害,但是下层的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都没有忘记他对国家做的事情。 普通人的记性要比皇帝的好。 但是话又说回来,在开封的真宗皇帝其实也没有忘记扣准。 就在他把扣准贬走了一年多之后,忽然有一天,真宗就问他身边的随从。 说,无目中久不见扣准,何也? 我好久没有看到扣准了,怎么了?他出了什么事吗? 这个话问得好奇怪,是不是? 明明就是你把扣准贬走的嘛。 真宗的这个问题,他旁边的人没人敢回答。 真宗没有得到回答,也就不再追究了。 我想啊,没准真宗可能自己一想,也真想起来了,扣准去哪了。 但是呢,他也实在太累了。 大家可以想,真宗是一个重病禅神,都快要死了的人,可是却面临着这样复杂的政治斗争。 他的身和他的心都是极度疲劳,他管不了这些事。 在扣准离开之后,关于皇太子的即位问题,真宗也做出了最后的安排。 他最终还是决定由刘皇后来辅佐未来的小皇帝。 但是呢,有一天,真宗还是对着宰相李迪大发脾气。 他说呀,昨天晚上,皇后他们都到刘家去了,把我一个人扔在宫里边。 这是个抱怨,对吧?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,真宗是一个久病的人,是一个身体非常虚弱的人。 一个病人,他在心里边是会非常渴望家人的爱的。 他在心里边肯定也是有怕的,他害怕被家人抛弃。 所以真宗这句话应当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说出来的,他的抱怨。 但是李迪,在旁边站着的宰相李迪,却把这句话做了政治上的理解。 于是李迪就说了一句闯祸的话。 李迪说,既然皇后犯了这样的罪,那为什么不按律处置之呢? 结果这个话就被在屏风后边的刘皇后听的是真真切切。 于是刘皇后呢,很快就把李迪给赶走了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人。 发生在真宗朝末年的这场权力之争,最终以刘皇后和丁魏一伙大获全胜而告终。 在真宗皇帝的摇摆不定和一错再错下,寇春的忠心最终换来连自己也想不到的结局。 接连被点之后,寇春来到了渡南道州。 在那里,他过的究竟怎样呢? 开封所发生的这一切,看上去都跟寇春没有什么关系了。 寇春在道州这个日子过得是非常的平和,非常的舒坦。 他在道州呢,盖了一座小小的读书楼。 那么这个楼里边都是书架,架子上摆满了他从北方带来的书。 寇春本来就是一个读书人。 但是自从他踏上政坛当了官员之后呢,读书反而倒成了他的业余爱好了。 那么现在正好退下来了。 他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,可以自由的读书。 除此之外呢,寇春的这座读书楼还吸引了很多当地的读书人,包括当地的官员。 在道州,寇春结交了非常多的新朋友。 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,谈经论史。 在这个时候,大家都忘了,寇春是一个刚刚遭受过那样严重的迫害的人。 他们只觉得眼前就是一个非常睿智的,饱读诗书的老人,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。 可以说在偏远的道州,寇春给自己的心灵开辟了一片乐土。 他在道州的生活过得平静,过得安详。 在开封围绕着最高权力的斗争,也终于落下了帷幕。 在真宗的前兴元年,也就是公元1022年的2月19日,真宗驾崩。 按照他的遗诏,他的独生子赵真即位,这就是历史上的宋仁宗。 但是当时仁宗只有13岁,所以按照真宗的遗命,刘皇后升任皇太后,权且处分军国事。 宋朝的第一位摄政皇太后,正式任朝。 丁位仍然是宰相,首席顾命大臣。 真宗驾崩,新皇帝即位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道州。 在那里,寇主默默地换上了宿服,为真宗大爱。 对于真宗,对于大宋,寇主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。 而当然对于小皇帝,他心中是充满了祝福。 开封政界,也有一个人始终都没能忘得了寇主。 这个人呢,不是别人,正是丁位。 敌人跟情人呢,在某种程度上很有想象之处,就是刻骨铭心,忘不了。 寇主一生有两个最大的政敌,一个是王亲若,一个就是丁位。 如今真宗已死,大权在握的丁位变得更加肆无忌惮,而等待寇主的,也只能是更为凄惨的结局。 那么,丁位是如何进步打击扣准的呢? 真宗刚死十天,那么丁位就下达了对扣准再度贬折的命令。 这一次,他要把扣准贬去的地方更远了。 那是宋朝人的当时的文化地理概念之中的绝对的荒满之地,岭南雷州,也就是今天的广东海康。 当时的副宰相王增觉得这个贬折的命令是不是太狠了一点,太严重了一点。 王增提出了异议,王增是扣准的学生,而且王增还曾经把他们家的房子借给扣准住过。 结果王增这个话,反对的意见一出口,丁位就咬着后槽牙一字一顿地说, 房东大人恐怕也逃脱不了干系吧。 这话一出啊,王增只好低头闭嘴不说话了。 丁位把扣准贬到了岭南,但是他在心里边还是觉得这个力度还不够, 于是他又在送信的宦官身上玩起了猫腻。 这一天,扣准正在稻州和当地的官员聚会,喝酒呢,非常高兴大家聊的。 正在这个时候,忽然,管理驿馆的官员就慌慌张张地来了, 说呀,说朝廷来了送信的宦官了,恐怕呀,要对寇大人不利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那个宦官呢,怀里头抱着一个锦囊,那个锦囊里边装的一看呢,就是宝剑。 锦囊里边装宝剑,这是什么? 在宋代这叫玉剑,大家在戏曲小说里边也多次听到过, 这叫上方宝剑呢,上方宝剑捧出来,这是要干嘛? 这是要杀人了呀。 这个消息啊,就让在座的稻州的官员立刻都白了脸了, 但是扣准呢,还是很镇定。 扣准就派人去见那个宦官,可是那个送信的宦官呢,就是躲在房间里不出来, 也不说话,也不出来,铁青着脸。 这一下啊,他看起来朝廷就是要杀后相公了。 如果在这个时候换一个胆小的人, 可能就会选择体面地结束自己的生命, 总比让朝廷杀了好,还是自杀吧。 那这个时候就赶紧地解下腰带找房梁吧。 但是,丁卫没有想啊,这是扣准。 扣准呢,就派了人再去找那个送信的宦官, 说,朝廷如果要想杀扣准的话, 你还是先把文件拿来给我看一看。 这个宦官没有办法,就只好把文件拿出来了。 这文件一看呢,不是要杀扣准, 而是要把扣准点到雷州去。 扣准呢,被点到雷州担任私户参军, 寄访更远了, 而且这个地位呢,更低了。 他原本在稻州的时候还是一个六品。 那么去雷州呢,这一下就变成了八品。 他原本身上穿的红袍子就不对了, 这回应该换个绿袍子。 扣准就立马从现场的一个稻州的小官身上, 借了一个绿袍子换上。 稻州的这个小官呢,个儿比较矮, 而扣准呢,是个大高个儿, 所以那个袍子穿上啊,才到膝盖。 扣准就穿着这件短短的绿袍子, 败谢了黄恩, 然后兵主见欢而散。 到了第二天, 扣准就踏上了前往雷州的路途。 穿越南岭的路, 大家还可以想, 它是非常难走的, 崎岖失华。 当时官员都是骑马的, 但是很多地方根本就骑不了马, 只能步行, 这个路太难走。 于是呢,就有沿途的州县官员, 心疼扣准, 就准备了竹鱼, 竹鱼就是滑杆啊, 准备了滑杆, 要抬着扣准过岭, 但是扣准拒绝了, 他说我是一个罪人, 不能连累大家。 扣准就骑着马, 不能骑马就不行, 每天赶路一百里, 到了雷州。 到了雷州之后, 当地的一个小历就拿了图经, 就是当地的地理介绍, 有图有文字来给扣准看。 扣准看到这个雷州的介绍, 上面有一句, 对他触动, 心里头触动非常大, 这句是写什么呢? 就说这个雷州城的东南门, 到达大海, 只有十里地。 扣准看到这十里地, 到海至十里, 这几个字啊, 就非常的感慨, 他说呀, 他说, 我年轻的时候写诗, 曾经有过, 到海至十里, 过山因万重的距离, 没想到, 果然我就到了这儿。 今天想起来, 人生的得失, 岂是偶然呢? 这冥冥之中的巧合, 就让扣准觉得, 他已经走到了, 他人生的终点。 但是, 关于扣准的故事, 还在继续, 下面有什么细节, 我们下集再讲, 谢谢大家。 在做完了两件事情之后, 扣准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 扣准离世后, 宋朝官方和民间, 都给出了评价, 人们会如何评价, 这位大宋朝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名像? 在他身上, 为什么会有着如此多的奇迹发生呢? 北京大学赵东梅副教授, 为您精彩讲述细理题目, 千秋是非, 划扣准之, 生前身后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